herd immunity herd immunity 群体免疫 最近被经常提到的一个点叫做群体免疫 我们看看什么是群体免疫 好的 herd immunity 英文里面叫做herd immunity 或者community immunity 是指人或动物群体中很大的伪力或者免疫力 使得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个体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 拥有抵抗力的个体的比例越高 易感个体与受感染个体接触的可能性便越小 但要令群体免疫较为有效 就需要基本的传染数低2等于0 传染指数越低 死亡率低 病毒变异率低 病毒变异能力增强率低 所以 地方的人还得少 面积还得少 人口平均健康水平高 康复后终身免疫率高等等因素的配合 就说不是说 你就想着就是比如说发生这个infectious diseases 你就不去处理 随便它去蔓延 就能够自动生成群体免疫是不可能的 它还需要各种因素的配合 所以说呢 群体免疫的成效一直受到各方面科学家争议 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 群体免疫方法是可靠的 看一下啊 就是not immunized but still healthy 蓝色这部分是健康的人 然后黄色的这部分人呢 是immunized and healthy 就是已经感染过了 但是呢 他身体又恢复健康了 然后呢 红色的呢 是表示not immunized sick and contagious 就是没有得获得免疫力 就是说或者说他感染那个叫做什么 还在得病当中 就是他具有传播疾病的能力的 你看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没有感染的人很多 然后呢 健康的人很多 但是没有黄色的人 那他接触这些红色的人之后 就会产生比较可怕的后果 就都大部分都变成得病的人了 而当有一部分人群体当中 有一部分是黄色的人之后 那么他们和这两个红色的人接触之后 你看大概是这么一个比率 就是一部分人还是会变得病 然后呢 又有一部分人变成具有免疫力 但是当你整个群体中 绝大部分都是已经得过病 又恢复健康的人的时候呢 看啊 再去接触两个得病的人 那他的后果就会相对来说 是比较不那么严重的 从两个得病的人 变成了三个得病的人 而这四个健康人里面 只有其中一个得病了 另外的 要不然那就还是健康了 要不然就他也是变成群体免疫的 其中之一 是吧 这就是一个群体免疫的那么一个模型概念 但是你要最后得到这个实际 你要得到这个结果的话 其实需要各方面的因素来配合的 不是放任不管就能得到这个好的结果的 你看 就首先病毒的传染指数要低 然后这种病的死亡率也必须要低 它的变异率还要低 病毒变异能力增强率还要低 然后这个地方人还不能太拥挤 然后呢面积也得小 不能大区域的不好管理 然后人本身的健康水平还得高 就是如果说本身就有好多老弱病残在那里 那用这种方法是完全不可能的 嗯 这就是群体免疫的一个概念 可以感受一下 但目前为止 历史上应该是没有 就是真正的去通过群体免疫 然后就是控制是传染病得到控制的那个实力吧 嗯 所以尤其在现代社会当出现传染病的时候 群体的干预还是很重要 尤其是有针对性的疫苗 然后治疗方案 这两大措施才是最靠谱的 OK Hard Immunity Peace